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中国新基建,中港齐反弹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反弹了161点,收报26291点 成交继续活跃的过千亿,有1,254亿 今天的港股在上星期急跌之后,终于有一些回稳的迹象 记得上星期五和大家在讲视频的时候,说到恐慌之后 最主要当时就是说美股 导致上星期五,大家看看这幅图 都是要跌的,不过跌幅先低后高 跌到24681点 26481这个位置 和之前6月这个位置 6月3日 24680 24681和24680,差一点 原本估计跌到8月都差不多 怎知它再要深一点,不要紧了 总之都是那天,跟着先低后高 有没有机会回稳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因为有几样东西 当日大成交,形态上高随头 也是超买得很厉害,14RSI跌到17点多 如果今晚能够高开,有机会高开的话 希望先回补这个跌口 希望先回稳 然后再说,有机会 如果是上星期五,其实都说到 如果你是一个保守型投资者 暂时都要等危机过去才能入市 但如果是伪高人胆大的 可能可以少住,博反弹 投机性去买卖,投机性博反弹 就有机会有点甜头 不多,即是升得很少 恒指来看,你只是升得0.6% 那么轻微,好像没什么意思 不过,如果你看到 国企指数,红丑指数,上证指数 内地的股市,你就发觉形势不是这样 那些其实做得挺好的 似乎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出现 是不是这样呢? 接着我们讲下去 就是今天的题目 中国新基建 恒指反弹得不多 我们还要看今晚美股是否弹得起 然后恒指可能才能跟不跟得到弹 如果跟得到弹的,那就很乐观 当然,这个好像小伤底形态 暂时都未升穿颈线 2805,所以不说升到多少 如果你说量度的话,就是30121 就是3万区那样 但是这个未升穿的 所以不要当它一定出现 国企指数方面 今天反弹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受到内地股市的带动 国企指数今天升成1.8% 即幅度大 恒指0.6%很多 也似乎有一个小伤底形态 而它比恒指好的就是 它在右边这只脚 其实没有跌穿左边那只脚 恒指是跌穿少少的 即是说,换句话说 它是比较强一点点 如果它真的能够升穿颈线11005的话 量度升幅是11821 即11800区 但是又是,现在都十或未有一撇的 那些不要当是一定会升穿 千万不要跟着又说 不是说小伤底反弹的吗 都未确认 所以现在不要当是真主 好了 今天你见到国企指数升得好些 其实红丑指数升幅有1.9% 比国企指数还升多些 所以中资股的表现是好些 为什么会好些呢 因为内地表现得好 上证指数今天升至3.2% 似乎是奇形 深证成分股指数也是好像奇形 升至3.65% 未突破的 那就是要等多一天 今晚如果美股好的话 能够做得好的话 中港股市有机会再冲上去 内地股市有机会奇形突破 港股也有机会做得好些 那内地今天说什么 可以升至3.2% 而也都带动到今天的国企指数 和红丑指数分别升1.8% 和1.9% 就是说新基建这件事 内地传媒从国家法改委 就获释了 全国有533个重大交通行目 开复工 那个复工率达到70% 有533个重大交通行目 复工 复工率达到70% 推动十三五规划的项目 这批项目 和会筹谋 一批十四五规划的项目 即是说不单止十三五的项目 也将来会推出一些十四五的项目 那七个省市 总共推出多少钱的 这些新基建项目呢 哇 数码大了 现在是想着高达25万亿的重点专项基建项目 25万亿 记不记得2008年11月的时候 时任总理是温家宝 提出那个基建项目 就是四万亿的 当年做四万亿基建 就令到内地的股市反弹 实际上当然不止四万亿 因为当时中央政府说出1.12万亿 其他地方政府出 其他地方政府就推出的项目出来 推给法国委 据说是推到十八万亿的 当然法国委没有完全批完十八万亿 之后一两年 其实批了十几万亿 都超过十万亿的 没有做完十八万亿 都做了十几万亿的 这样的 整个内地的经济 走出来 好 这次疫情影响之后 就打算推新基建 现在就是七个省市 已经推二十五万亿的项目 当然法国委未必完全批得完 但是里面如果批十几万亿 或者到二十万亿 还有其他省市 对中国整体整个经济的拉动力 就不能够小观 大家要注意 这个刺激之下 所以内地的上映指数 深正成分股指数 全部升三点几个百分比 带动今天香港的中资股 反弹得比较多 今天香港上市的 当然是和基建有关的股份 升得比较好 中国建材破顶 升十个百分比 其他的水泥股也好 好像914 安徽海螺 升五点四个百分比 其他一批 还有很多建材股也好 例如联索 做交流 它都升五个百分比 好了 基建股 刚才说的是交通基建项目 所以中国交通建设 represents P drop-载 tech 这个新基建 除了开交通 還有大家說的5G項目 5G來說,763中興通訊 今天再升7.9% 似乎在做奇形,這股一直都強勢 這些都是值得考慮 你說偽高人膽大,就少想想這些股 這些是爺政策支持的 當然,如果大的,就有ATM 騰訊、阿里巴巴等 那些都沒有錯的 有買貴沒有買錯 當然,我保守營的 到美股形勢還未好 等等,都不拒 不需要一定急於一時 沒有說大家一定要買,不買就一定走保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見到美股可能有些回穩的跡漲 有機會反彈 但是不是一定能彈起呢? 我們現在還要看今個星期 因為當地的疫情 現在還是在這裏 有機會在蔓延中 有些地方緊急狀態 好像華盛頓州那樣 特朗普也很緊張 因為會影響他選情 影響他的民望 諸如此類的事情 所以現在都在應變之中 整個形勢是怎樣呢?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看道指 你看到前浪底 和這次差一點 這是支持區 如果真的要反彈 即是說美股 我便用這個24680 或者設低一點 作為止洩位 跌穿 真的跌穿的 收在旗下的 就走 沒有辦法 千萬不要爭取 否則不跌穿的話 形勢上高 似乎有機會反彈 那就博一下 大致是這樣的形勢 事件當然是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好 好 好 cor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